打开Wiplex Express软件 在终端管理界面可以看到当前T卡的状态和NovaLCD中配置的显示屏大小 若登录密码为默认的123456时 T卡会自动再现 你也可以右键点击终端进行更改密码等操作 进入节目管理界面 单击新键需设置新键节目的名称和分辨率 而分辨率也可以通过单击指定终端进行设置 如指定现在的TB6即设置480x1080为该节目的分辨率 而这个数字也是NovaLCD联屏设置中 共计两列六行相体的分辨率 然后点击确定 点击加号可以添加多个页面 将按照从上到下的顺序依次播放 你也可以在右侧的页面属性中设置该页面的播放次数 有效播放时间 时间计划表等 选中页面1 我们可以添加多种媒体 比如点击文件 选中一个图片并打开 即可添加该图片 选中该媒体 在右侧组件属性中修改该媒体的属性 如分辨率、播放次数等 这里设置起始坐标X和Y均为0 分辨率W宽度为480 H高度为540 按下回车确定 即平体上半部分播放该图片 再添加时钟媒体 同样在右侧组件属性中修改属性 设置起始坐标X为0 Y为540 W宽度为480 H高度为540 按回车键确定 则平体下半部分播放该时钟 一可设置时区为北京、中国 也可以设置12小时置显示 或更改字体颜色 加粗或协体显示等 选中节目页2 配置的方法相同 先添加要播放的媒体 再调整播放区域大小和位置 最后再修改 如播放日期等属性 节目设置完成后 单击发布 选中发布的终端 单击发布 待进度条进行至100% 就完成了节目的发布 而平体也显示了该节目的内容 高级节目是当需要播放节目管理界面中的多个新建节目时 对其进行统一排气的功能 一般应用于较为复杂的广告屏 此视频内暂不予介绍 终端控制界面内包含所有屏体的控制功能 其中较为常用的有播放管理 亮度调节 视频源管理 屏幕状态控制和对视功能 单击播放管理 可查看当前播放的节目截图 也可以看到所有已发布并保存在T卡内的节目 我们可以手动切换至其他节目进行播放 单击亮度调节 选择手动时 拖动杠杆即可实施调节平体的亮度 选择智能时 单击加号 选择定时 可设置多个时间点和其对应的平体亮度值 例如设置每晚0点亮度调至10% 点击添加 设置早晨9点亮度调节至60% 点击添加 而每晚20点亮度调至30% 点击添加 点击关闭即可看到设置的三个时间表 点击应用完成设置 T卡同时支持光碳头调节 使平体可以根据周围环境光的变化 而实时改变平体亮度 此处暂不予介绍 进入视频源界面 即可手动切换视频源为HDMI或内部源 同时支持定时切换或HDMI优先模式 也可通过按压设备上的Switch按键 进行手动切换 且当视频源为HDMI时 支持启用全屏缩放 将视频源缩放至全屏显示 请注意当前使用的Toros产品是否支持HDMI源 具体可查看词表 单击屏幕状态控制 点击黑屏 屏体即会黑屏显示 点击正常显示 即可恢复正常 软件同时也支持定时切换 单击对时管理来设置本期时间 要根据终端所在的实际位置选择对应的时区 如选择北京 中国 点击应用 即可完成设置 这样 如亮度等功能的其他定时管理 才能够正常使用 其余功能的介绍 如图所示 视频里将不足以掩饰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